FM03 中广流行网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每个礼拜六 礼拜天 中午11点到12点 一个小时的蒋公厨房 叮咚 准时开张 Hello 大家好 我是家口蒋伟文 今天是2024年6月15号 今天是一个Saturday 马上进入我们的蒋公周记 人生在世就吃喝两次 但你知道你吃的不仅是美食 而且还是一顿历史和故事吗 今天来讲这本我很喜欢看的书 叫做千古时趣 这里面有很多很特别的 有关饮食的一些历史跟故事 应该都是一些吃货们 想知道的故事 比如说他这边特别提到了 有关北京烤鸭 其实还蛮特别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想过 你可能没有去过北京 可是你肯定听过北京烤鸭 而且就算你没有吃过 你已经听过 甚至于很多人是没有去过北京 可是肯定吃过北京烤鸭 北京烤鸭真的是大名鼎鼎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甚至于我觉得他的名气大到 有的人可能认为鸭子被宰了以后 就是这么一条出入 鸭子就会变成北京烤鸭 你知道吗 其实除了北京烤鸭之外 这本书上面写 著名的鸭子的菜 还有什么 还有江苏三套鸭 盐水鸭 三溪焖炉鸭 四川神仙鸭子 虫草鸭 当归鸭等等 还有许多了 他讲了几道有关鸭子的名菜 这里面好像当归鸭 我们台湾人比较常吃 虫草鸭基本上应该是用虫草菇 应该是汤去熬煮出来的 我在想 四川神仙鸭子 这个会不会是一个凉拌菜 会不会是辣的 我在想 然后三星焖炉烤鸭 因为其实北京烤鸭 它其中一种就是用焖炉烤鸭 会不会有点接近 盐水鸭 好像台湾吃比较多盐水鸡 就是咸水鸡的感觉 好 讲到北京烤鸭 为什么可以做到第一把交椅 就是说 我刚刚讲这么多有名的鸭肉 鸭肉料理 可能就是当归鸭 我们比较能熟悉了 但是北京烤鸭 毕竟你说到全世界来讲 我们华人可能都听过当归鸭 可是老外可能就没有听过当归鸭了 但是北京烤鸭 我是生的 你到美国去 你到欧洲去 还真的大家都知道北京烤鸭 老外也都吃过北京烤鸭 它这么有名 就是因为它的味道美妙无比 其实以前根据记载 乾隆皇帝曾经在13天里面 连吃了烤鸭8次 那么在元朝跟明朝 也都把烤鸭当作为御膳佳肴 就是给皇帝进贡的 皇帝吃的 这两个朝代算起来 至今也三百多年历史 北京烤鸭当然最有名 我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以前有一个中国的戏剧 就是在演北京烤鸭全剧德的故事 因为其实北京烤鸭两家最有名 就是全剧德跟便宜坊 我不知道那时候是念便宜坊还是便宜坊 这两家最有名 但是全剧德算是太过有名气了 可能很多人可能就没有听过 这个便宜坊或是便宜坊 我连都不确定 它的念法应该是什么样 另外在全剧德来讲 它的烤鸭 它的烤法又比较不一样 它是在西元1864年 也就是青铜制三年的时候 然后它这个创始人杨泉仁 他把原本在便宜坊所做的这种 北京烤鸭是用焖炉来烤的方式 把它改成用挂炉烤制 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影片中 想象中一个烤炉 然后会有人用一个像那种吊衣杆 然后把一个烤鸭吊起来 然后把它放到烤炉去 我们想象意大利人不是要做烤披萨吗 他会用一个很大的木板 然后把做好的披萨的面团 放在鸭瓶的面团 上面撒起司 一些意大利的红壶酱 红酱汁放在上面 然后把它推进烤箱在里面烤 全剧德烤鸭就是把烤鸭吊起来 然后把它推进烤箱吊在里面烤 这种烤法是全剧的首创的 北京烤鸭它的原料就是北京鸭 又叫做白鸭或甜鸭 这种鸭子比较不一样 它成长速度很快 肉质特别好 听说60到65天 它这个鸭子的体重就可以达到3到3.5公斤 然后最后这个鸭子 北京的烤鸭 我刚讲它的烤制方式有三种 一个就是便宜坊所做的 便宜坊所做的这个闷卤法 另外是挂卤法跟叉烧法 现在大家吃到的基本上都是全剧的发明的挂卤法 这样子 那也有人一派人说 中国的烤鸭是源自于欧洲的烤鹅 这种说法 虽然到现在也没有说很 有人去证实它 或确实说真的是这样 就像有很多人说 这个意大利人的意大利面 是学至于我们中国的面条 但说是这样说了 就听说马可波罗把面条带到意大利去 就变成意大利面了 就像这个人家说烤鸭是源自于欧洲的烤鹅 但是说实在 这本书特别提到说 你认真去看的话 欧洲人他烤鹅的时候 他会把鹅开膛破肚 但是我们中式的北京烤鸭 却秉持着食不厌精 会不厌系的这种主训 把鸭子身上先开个小洞 把内脏跟从这个小洞掏出来 就保持这个鸭子的完整性 然后用气筒从刀口处 往这个鸭子的身体打气 让这个气体均匀的填充整个鸭子以后 鸭子就会胖起来 像个气球一样 然后再把它挂起来 然后用滚水去烫烧它全身 然后这个汤水去浇淋它两次 风干备用 这时候它一开始开 那个小刀口就已经被封住了 而且这个汤水就整个把它都塞满了 然后另外这个鸭皮 充分的膨胀起来 所以烤起来就会非常的 这个皮会非常脆薄 而且上色又很均匀 所以其实跟欧洲的做法是很不一样的 师傅们刀工也非常厉害 烤好的鸭子要片下108块鸭肉 每块鸭皮鸭肉带皮 带皮带肉厚薄要均匀 吃的时候用一小张的小薄饼 裹上两三片的鸭肉 沾点甜面酱 大葱丝黄瓜丝入口这么一嚼 烤鸭肉那个油 酥脆的皮 鲜嫩的肉 加上这些大葱丝黄瓜丝解腻 整个都在你口子之间流香起来了 今天讲的就是这一本 千古时趣所记录的北京烤鸭 讲的我是流了满口的口水 可惜要吃北京烤鸭还不是很容易 有的地方还要先订上订一下 有的地方一个人去吃呢 又吃太饱 要找个朋友去吃才行 好了稍微休息一下 待会马上回到讲公厨房 FM03中广流行网讲公厨房 We're back 我们回来了 我是加寇蒋伟 第二段第一个单元 讲公来说菜 其实年过半百以后 我就真的比较少吃红肉 就是比较常吃鸡肉 海鲜 就比较多吃这样的东西 偶尔喂孩子 就是会煮一些 因为我觉得牛肉 这种大型的动物 牛肉吃起来就特别有元气 油脂也特别丰富 小朋友刚好他那天有篮球赛 我就想说中午帮他做一道牛肉的料理 加上夏天的芦笋 让他有好体力 好元气 做起来也很容易 就是你到超市都可以买到牛排肉 我是到美式大卖厂 他一买一大盒 那种一板牛肉 牛肉排 因为那种比较厚 他一块大概也要 快要到两公分 一公分半到两公分的厚度了 然后长长一条这样子 然后一大盒也蛮便宜的 买回来你就把它用保鲜膜包起来 然后冷冻 你要使用 所以拿出来解冻 然后切一些就好了 我就拿了一整条 然后先把它切成骰子牛的样子 就是说像骰子一样的大小 这样子 然后把它抓点盐 抓点黑胡椒 抓烟备用 当然因为我是冷冻起来备用 所以我先前一天晚上 我就把它放到冰箱的冷藏 让它退冰这样子 早上起来就可以用了 所以切成骰子牛 然后抓烟 盐跟黑胡椒 把它放旁边备用这样子 然后最后 因为我这个是要做 类似有点像快炒类的 做便当 我都不想花太多时间 然后我就先拿一个碗 把酱油 蚝油 糖 水 跟乌醋 把它拌成一个备用的酱汁 其实在家里 不管是炒牛肉 炒猪肉 只要炒肉类的这种 我发现只要你不知道要放什么酱汁 你就放酱油 蚝油 糖 加点乌醋 绝对没有问题 这个酱汁是万用的 我发现 酱油大概就是一大匙 蚝油可以撒一半 然后糖也是一小匙 水就看你要这个酱汁又多浓稠 味道多重 通常我都是给它两大匙这样子 然后乌醋来个两小匙 差不多就变成一个万用酱汁这样 如果说你要吃到比较多黑胡椒辣辣的味道 如果这一道菜是大人要吃的话 我会在这个酱汁里面再撒一小匙到两两匙的这个两小匙的黑胡椒 好了 热锅以后就先放油 然后就把这个锅子要热一点 所以用稍微厚一点的平底锅会比较适合 锅子把它烧到很热 然后油一下去以后 那个油就会在那锅里跑 因为你锅子很热的时候油会跑的特别快 就是所谓的油跑 油会在锅面上流动的很快 你一看到它开始流动了 你就把牛肉块放进去 放进去以后不是用快炒的 直接用煎的 当然你锅子那么热 油也放进去 那个牛肉块一放下去 你马上就听到这种声音 那就对了 另外一提 做这种厚一点的牛肉料理 不管你是切成牛骰子 骰子牛还是说煎牛排 你的抽油烟机一定要开到最大 如果你有对外的窗户 一定要先事先把它打开来 如果你有电扇 直接开电扇 因为油烟会很大 因为你锅子很热 然后牛肉本身的油脂又特别多 你一下去一煎 那个烟马上冒出来 很香没错 但是你整个厨房都会有 那个牛油的味道 你一面把它煎到略带焦痕 这样直接煎下去 至少也要到40秒到50秒 你用筷子或夹子翻一下面 你就看到有一面已经带焦痕了 这时候你只要有一面有焦痕就可以了 这时候你就可以加入蒜苗 我蒜苗是蒜苗白的地方 我是切蒜苗猪 也就是大概0.5公分的厚度 不是蒜苗花那种蒜苗猪 直接把白色的蒜苗猪放进来 然后蒜头去皮以后切蒜丁 不是蒜碎 也不是蒜末 蒜丁 就是说一大颗蒜 切成大概四五个小丁这样子 然后就把蒜苗白跟蒜苗丁放进去 跟牛肉一起在里面爆香 整个锅子里面都是牛油的香气 这牛油不是奶油 我是牛肉下去煎出来的牛油的香气 然后略带焦痕以后 蒜苗跟蒜丁下去爆香 立刻也会上色 然后蒜头的香味很浓郁 这时候我就切了一些滚刀型的杏鲍菇 一起丢进去 开始在里面翻炒 翻炒到 因为杏鲍菇要熟需要一点点时间 所以至少也要到一分钟就在里面翻炒 因为我刚刚那个牛肉只有一面带的焦色 所以大火继续翻炒是没有问题 它不会过劳 直接在杏鲍菇在里面煎翻炒 然后差不多时间就把芦笋段 还有小番茄一起放进去拌炒 如果你要芦笋比较漂亮的话 你可以再练起一个小小的汤锅 然后滚水 加点盐 把芦笋在里面先汆烫过 汆烫过拿起来 然后先稍微冰镇一下 那这样芦笋那个绿色的绿会非常明显 但是如果说你懒得这么做 自己家人吃省麻烦 也不用那么亮绿 没关系 芦笋直接就像我刚刚说的 杏鲍菇先炒香 芦笋丢进来 小番茄丢进来 一起大火拌炒 最后再加黄田椒 然后把刚刚那个备用酱汁淋进来 那个酱汁一淋进来 啪吃那个烟出来 然后那个酱汁在滚动 那个整个蒸汽100度 把所有的食材通通都把它烫熟了 然后把这个酱汁烧到有点收汁 起锅前再撒下蒜苗绿 就是这时候就是蒜苗绿的 那个蒜花了 再翻炒一下 那个蒜味十足 这一道料理吃下去 孩子今天晚上这个 今天的篮球赛必定得分 好不好 在家试试看 就是我们的骰子牛 加上芦笋 再加上黄田椒 还有杏鲍菇 还有小番茄 颜色相当的漂亮 好不好 好了 那么休息一下 马上回到我们的蒋公厨房 FM03中广流行网蒋公厨房 我们回来 今天我们厨房里 访问一位远至旧金山 回来台湾的一位 这个老朋友的一位老师 好久没见到他了 其实如果不是他带这个新作品 他这个新书 封面这个字体 让我回想起来 这位老师 不然我真的已经忘记 因为太久没见到他了 我们的蔡惠明老师 明 蔡惠明你好 老师你好 这本书裸食日常 只看这个字体 我就会想到 因为之前老师也是做的 都是有关裸食 对不对 是 但是我想先讲一下 大家听到裸食 可能第一个想法 就是裸食跟裸体 是什么关系 那因为大家可能 讲到裸体 就大概一辈子 可能没去过天体营 没有真的在大宗之前裸体过 所以说很多人 想到裸食听是听过 可能也真的没有实行过裸食 这件事情 那在美国裸食是翻为 RAF 就是裸食 他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个 要遵从的一些规则 比如说 好像不能用高温烹调 裸食可能又 要吃到这个食物的 最原始的营养 这样子 对 可是老师的裸食日常 我们看他的英文的书名 就大概能了解 好像不太一样 老师英文书名 这个裸食日常英文书名叫做 My life by the San Francisco Bay 其实并没有提到裸食 也没有提到我所讲的 RAF 这件事情是不是 是我想稍微解释一下 RAF跟裸食的不同 因为其实 我觉得RAF其实应该要翻成生食 生食 因为就是没有煮过 对 就是他有很严格的定义 更能马上就可以想到说 这种食用的方法 跟他的烹调方法 叫生食 生食 对 所以他就是不能超过那个温度 是 他就叫做生食 所以老师您的裸食 是真的 其实 拖光了来吃东西 是不是 其实不是 其实只是借那个意思 来 就是描述一下说 我们把它 就是回到原始 把所有的东西都丢开 然后回到这个食材 最原本的滋味 我刚开那个玩笑 是因为你知道 我很喜欢一个主题 叫Jamie Oliver 他之前就出 Naked Chef 他的意思 他不是说 他拖光光来做料理 而是他是让大家 看明白 看得透明 所有事情 他都公开 都不尝试的意思 包括他把食物 最原始的 最好的营养 好的食材 跟大家分享 Naked Chef 那所以老师这本书 是不是有一点 那种意味 老师的裸食日常 是不是 是 其实 对 你刚刚说的那个 其实就是我的灵感来源 我第一本书 就是叫裸食 好食 好日 好味道 那那个也是 其实也是生活感的书 所以这一本 其实可以说 是那一本的一个延续 那那一本 有点像是一个 出 算是入门 是 对 因为老师 你有四本了 第一本 裸食 好食 好日 好味道 就是比较日常的 对 包括了很多 你日常的一些 对生活的品味 或者对生活的品尝过后 所整理出来的一些东西 那跟大家分享 那另外呢 手作裸食 跟裸食厨房 这两本 就比较在厨房里面的料理的一些 比较重点放在这个上面 对 那这一次老师出了第四本 裸食日常 等于说第四季了 是 回到第一季的延伸这样子 对 因为毕竟在裸食这条路上 我已经走了15年 是 那我觉得我应该会继续走下去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有一些新的思考 新的启发 或是收获 那我就觉得 这个部分 我很想要分享 所以这本书就有点像是 第一本书的 比较深入一点的 是 进阶这样 My Life by the San Francisco Bay 因为这讲到就是 San Francisco 旧金山这个地方 老师可不可以 因为大家可能就旧金山 谁人不知 谁人不晓 老师可不可以 让大家有个画面 到底San Francisco Bay 在那边生活 是什么样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现在 大家讲到San Francisco 会想要细鼓吗 然后细鼓就是高科技 对不对 然后投资 然后这个 钱流 不断涌进来 世界各地人才 但是其实我眼中的San Francisco 是 就是因为我的 我看到的是 我喜欢的是食物 所以但是在 以食物来说 我觉得它也是 一个在美国 它算是一个 食潮的发源地 比如说像 Alice Waters 她就是美食教母 那她就是在那里 Berkeley 然后她的餐厅在那里 所以她在那里的地位 就有点像是 带领了这个土地 上的农民 它像这个指标一样 所以我觉得 所以我看到的 然后我这本书 想要分享的 其实就是这一个部分 所以如果大家对于 所以我觉得蛮好的 就是说 你如果对于San Francisco 有一点刻板的印象的话 我的书会给你 不一样的面貌 这样子 但是这本书先讲一下 它不是旅游书 不是 它也不是工具书 对 它其实就像这个书名 裸食日常 就是老师的 Life by the San Francisco Bay 其实是讲的 这在这十年里面 老师在裸食这一段路 在San Francisco里面 一些心得 或者所看到的 或者在那边 甚至于跟一些 那边的农民 所互动的一些 大家如果不住在美国 就不会知道的细节 对 那这个蛮特别 因为就有点像是 看部电影一样 这个电影的内容 是大家比较不知道的 就可以从老师这边 可以得到的 那这种书 其实是要花很多时间写 怪不得大家要花十年 所以其实就是 累积了蛮久才能写 因为它就是 电影里面所谓的纪录片 对 差不多 它不是剧情片 对 然后要做很多的研究 对 因为它是纪录片 对 纪录什么 纪录老师的裸食日常 纪录他的 在San Francisco Bay的日子 那这种是要 沉淀下来的 纪录下来 就像你要去酿美酒一样 就把梅子放进去 洗干净的 把酒倒进去 放在那边至少一年 你不可能做完就可以喝了 所以这本书 所以才会花十几年的时间 是啊 我看老师也累了 真的蛮累的 很多字 这本书 真的 我其实 我就一直跟那个 我跟那个总编 在讨论的时候 就说 这本书 我有很多想说的 这个字这么多行吗 他就说 没关系 你就写吧 好 我来看一下 因为这本书真的是 我说实在老师说生活 这本书我觉得就是用生活的方式来看它 我甚至觉得你不用从第一页开始看起 你就看目录 因为他每个 老师这个是目录里面就是各种的生活 所以你可以挑一个你自己觉得很有意思的 就直接去那边看 对不对 就看说这一段老师想讲什么 老师分享了什么东西 对 所以在这里面 我先讲几个目录的名字 大家先乒乓一下这样子 比如说这个 亦正亦邪的圣菜 要记住 这些故事都发生在San Francisco Bay 这个祖父的底气 没有盐巴活不下去 掉进蜂蜜发酵的兔子洞 失禁了祖传的豆子 或是想成为这个 成为果干香奈尔富婆的感觉 还不赖 还有各式各样的 偶尔来点巧克力 并无伤大雅 抹茶的高冷 只是傲娇 吸一口烟火气 吃一醉的故事 我与橄榄树的爱情长跑 如果老贱癖是一种慢性弊 MCM到底是什么挖钩 可以知道 每一个目录都可以成为一本书 因为你只听这个目录的名字 你并不会知道 这里面到底隐藏了什么样的故事 或者老师分享了 他的生活的哪一段的日子 所以带我回来 我们就请老师从里面挑一个 他觉得很不错跟大家分享 让大家能了解一下这本书 裸食日常 老师在San Francisco背的日子 好不好 别走开 带马上回来 Family03中广流行网 讲公厨房 我们回来了 今天我们访问的是 明蔡惠明老师 这本裸食日常 特别从三分四四回到台湾了 这一次回到台湾 也是有一些私人的行程 看看爸爸妈妈什么的 但最主要还是因为这本书 我也很开心 能够再一次访问到明老师 裸食日常 看英文名更了解 叫做My Life by the San Francisco Bay 老师这里面有各式各样你的生活 挑一件跟大家分享好吗 好 其实我觉得这一 我在写书之前做了一些思考 然后大概就是因为人生的经历 那我一直觉得说 我的写作文字 然后我做的这些努力 想要传达什么 然后我就觉得说 其实我想要建立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连结 就让一些 比如说食物 不再只是只有好不好吃 然后我想要更去了解到 什么样这个食物背后的人 因为其实我觉得物质的东西都是一时的 只有人背后的人才能赋予他深刻的意涵 跟情感跟故事 那我觉得那个部分是非常有意思的 所以我觉得我就举一个书里面的一个篇章来说 里面有一篇是那个黑石牧场的三卓拉 对 这里的三卓拉就不是三卓拉 不一样 对 黑石牧场 对 他就是我认识的一个朋友 因为其实我在做这样的思考的时候 因为我大部分就是我有一个脸书的粉砖 那我都是跟不管是旧金山或是台湾的 全部都是台湾人互动 那我就觉得说 我在美国的生活感觉 因为我住在那里 那其实很多是说英文的朋友 那有时候我比如说我去农场玩 或去参观一个选物店 我非常喜欢他挑的东西 喜欢这个老板 那我就会觉得说 我想跟他产生连结 我想更认识他 那我就觉得我必须要有一个基地 所以我就在Instagram上面就开始用英文写 然后我就认识了这位Sandra 然后他就是一个非常 他是牧场的主人 是 但是他又不是那种很典型的牧场主人 我就一开始就被他迷住 因为他就是 我就没有办法把他具体的勾勒出 他是什么样的人 然后后来我就 有一次他贴了他的七只羊 他养了七只羊 那都是那种濒临绝种的品种 然后我就说 哇你的羊好可爱 然后他就开始写了好长的一段回复给我 然后我就完全的被激励到了 因为其实我觉得 就是在社交媒体上有这么热情反应的人 其实没有很多 对 对那我就会觉得说 我就很喜欢 然后我们就开始交流 然后发现我们很多的兴趣都是香头 我们就开始分享 他教我 你的橄榄树你要去哪里买 然后你一定要买一公一母 他们才能开花 然后才能受粉才能结果 然后他教我说 你要种什么 然后什么天气 然后要怎么照顾这些植栽 然后总之我就觉得说 哇 我就觉得这种分享真的是人生 我觉得是最滋养的 然后他也 就是我们互相分享 我分享他食物的部分 那后来你有亲自到他的黑市 有我就是去了好多次 然后我们现在一开始只是在互相 这个就是留言给对方 对就像那种有点像鼻 书信往来的鼻友 像鼻友一样 对 然后后来我就邀请他来我家吃饭 你先邀请他到你家 我先去他家 因为他有一个小小的礼物店 然后我就说 那我想去看看你有什么 然后我就去了几次 然后因为他的那个地方很漂亮 他就在那个 Stinson Beach 他在那个叫加州一号公路的滨海地方 是 风景非常好 然后我就去那边玩 然后去去跟他见面 然后后来就变得很 就是很热络很熟 后来我就邀请他来我们家吃饭 然后我们现在就变成好朋友 这本书很特别的地方在于说 你听完老师这个故事 等你看完了这一段故事以后 老师做了一个延伸的踩点小笔记 就是说你去了黑石牧场 这附近的一些可以去别的 你因为你因为你跟这个人有接触了 你多了一段这个小小的生活的冒险 然后在这段冒险里面 你留下了什么样的记忆点 你突然想跟大家分享 比如说这里面 你突然到了这个地方 有另外一个海滩的一个地方 有个金门大桥 或是什么这些后花园 各式各样地方 你就把它拍照下来 跟大家分享 是 因为我觉得就是说 我觉得我光写这个故事 那因为其实这有点像是这个企划 我想要他有一些实用性 但是我不希望他成为一本旅游书 因为那我觉得我也不是不擅长 那我就觉得说 我就从如果你安排了一日游 你来到这个牧场 那这个周边有什么好玩的 你就在这一日里面跑几个点 你也去过了吗 都去过了 史丁森海滩 还有波琳娜是什么地方 波琳娜是很可爱的地方 他就是有点像仪式独立的一个小小的镇 然后他们这里的人很不喜欢外人去 所以他们常会把路牌 就给他转一个方向 让你找不到 好像电影里面那种小镇 对对对 然后他们不喜欢 有人一直在那边打卡踩点 那老师这个史丁森海滩 跟雷斯甲海湾有什么不一样 一个海湾一个海滩 这个史丁森海滩其实就在 这个加州滨海公路的旁边 那这个另外雷斯甲的那个是 还要再走到一个 一个比较稍微更隐秘 他不在那个大道上 我看你的照片不太一样 另外你还讲到一个红木森林 对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你去的地方 你又拓展了很多周围 很有趣的 或者是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去的地方 对对 因为认识了这个人 突然有这一段 可是我不太懂是 后面你会老是会再增加一个 职人带路 比如这里你又多了一篇 有关于建筑师 布利 艾普森 这个是在这一段的后面 跟他有关联的吗 因为这个小木屋 因为我喜欢那个A 就是像个字母A的这种 小木屋在美国 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 度假小木屋 我知道就是在 对不起我跟大家补充一下 就是在这个黑石牧场的周围 老师有一个介绍红木森林的这一篇文 里面拍了一些小木屋的照片 这个应该是那个小木屋 黑石牧场是之前的 Stingham Beach海滩 但是这个小木屋是一个叫做A frame的小木屋 就是字母A字形的这种小木屋 是 那我就是对这个小木屋非常的喜爱 那我就去住这个 这个小木屋就是这个建筑师设计的 然后他就是在旧金山的 那我就觉得说 他自己也常来这里度假 所以对那周边也非常的熟悉 所以我就觉得说 那我来跟你QA一下 你来回答 然后等于说 你从你建筑师的角度 告诉我们说 旧金山或者是这个小木屋附近 有什么好玩的 讲到这边大家就知道 这本书 《落实日常》 真的是包罗万象 怪不得我觉得这个英文是更贴切 My life by the San Francisco Bay 待会回来 骑士老师这边 当然也有分享料理 别走开 马上回来告诉你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FM03中广流行网 讲公厨房 我们回来了 今天我们访问到的是 从San Francisco 和台湾的蔡惠明老师 明老师 这个《落实日常》 这本书其实聊到这边 我们发现它里面有很多 它有故事 有人 有酒庄 有这个与世无争的一个小镇 还有海滩 有海湾 有建筑师 有小木屋 各式各样您的生活 在San Francisco Bay 是不是 是 那当然这里面也有料理 我发现在目录里面 其实写得很清楚 在故事里面 它每个故事都有一个食谱 比如说 讲到蜂蜜发酵的兔子丼 它就有食谱 就是教大家 怎么做蜂蜜发酵蔬果 第一次就可以上手 讲到了祖传豆子 它就有食谱 有关于基本的这个基础豆子 以及它华丽的一些变种 讲到这个冬至吃巴斯克 这个卤肉起司蛋糕 老师就有一个食谱 六寸的原味巴斯克 起司蛋糕 所以说回来 我刚刚一直讲说 好像英文比较贴切 这个书名 但其实裸食日常 裸食裸食 还是在环绕的 老师的裸食的一种 一个为中心 是 没错 可不过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这里面讲 您生活 大家已经了解了 裸食对你来讲是什么 在这里面所介绍食谱的裸食 是代表什么 其实裸食到最后 这15年来 它已经从食物 一直延伸 一直扩展到生活的层面 比如说我喜欢老件 我喜欢用二手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很多品质都非常好 然后样子也好看 那我会特别的支持一些 有机的农场 然后我在家庭布置 或者是说 比如说我搬家的时候 我用油漆 我也会用 要比较环保的 无毒的 那所以其实这个部分 然后比如说我旅行的时候 我也会比较愿意 我一定要找一个 有厨房的地方 然后我就会买 在地的好食材来煮一煮 然后这个最好 这个小木屋呢 它本身也都是喜欢 就是用老件来 来设计 来布置 所以我觉得就是 我现在已经有点像是 整个都是从裸 一开始从裸实开始 但是现在已经 它大概延伸到 我生活的各个层面 我就是会以这种 比较关心这个土地 然后希望支持 做就是跟我一样 喜欢这样东西的 这些朋友 然后就是一个 共好的概念吧 好 那么希望大家有机会 可以报一本这本回去 老师完全不尝试的 就像纪录片一样 记录了自己在 三分四十个被的 这个裸实的日常 这样讲起来 其实这本书的中文书名 其实也非常深刻的贴切 好不好 希望大家可以打开这本书 就仿佛跟着老师 走到三分四十个被 感受一下裸实的日常 谢谢 谢谢我们的命老师 谢谢 讲工厨房 我们是不是十年后再见 下次再见了 拜拜 谢谢 I lik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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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dio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